继续看到台北市政府推动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 目前已经选定了22处公办都更地点 不过呢引起了部分的周边居民反弹 台北市长柯文哲回应 政府的政策有他一定的水准 不要把政府想得太笨 在实施政策之前也会倾听民意 台北市长柯文哲曾表示 希望在四年任期内推动25000户只租不卖的公共住宅 目前已选定22处公办独更地点 但随着选定地点消息传出 周遭原有住户开始出现反对的声音 我们至少会做到民众不敢说一定满意的 至少都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然后就往对的方向去推 所以我倒觉得这一点民众不用去太担心 我们这个政府还是有脑袋的 不至于太笨 柯文哲表示不要把公共住宅想成贫民窟 未来会采用混合居住的方式 去经营公共住宅 新国宅在设计阶段就会纳入地方民意 也会处理老旧国宅的问题 提出改善计划 既然是政府要来推动 一定会有它一定的水准 会把这个税福利的事业带进去 脱婴 脱育 脱劳 还有这个甚至连那种诊所 或是说这种学校 总是会出现很多整合的过程 柯文哲在与里长的市政座谈会中也谈到 像这次连开宅的公共住宅 其实住金是很贵的 一个月要几万块 认为去住的也都还算是有钱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成辉魔皇庭峰 台湾台北报道